每天要处理的讯息相当于多少你们知道吗 我们每天阅读174份报纸 马来西亚东禅佛学院有灯法师 在伦敦佛光山的讲座上告诉大家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 我们大量吸收讯息不分好坏 却占用了大部分的时间 因此规划时间相当重要 可以看到有什么资讯呢 我们就少一点看 有灯法师用八正道来告诉大家 训练思考能量就可以分辨讯息的善恶是非 因此八正道可以作为标准 避免被无用甚至有危害的讯息耗弱 我觉得内容是非常受用 非常开智慧 把这个合法的理论跟我们现在实际的生活 做一个合法的结合 学员们聆听讲座后对八正道有了初步了解 尝试学习运用八正道来选择资讯 就不再盲目接纳网路上的讯息 人间新闻英国伦敦综合报导 就不再盲目接纳 在五正道上的讯息耗